大家好,这期视频和大家聊聊锦绣南哥第24集即将发生的精彩故事 沈黎哥和孙太妃正在游园 这时小心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声称大臣们和刘亦轩吵起来了 孙太妃无心游园,决定前去说何 沈黎哥故意崴脚,没有跟着孙太妃一起去 紧接着潜入孙太妃府中,想要偷去陈巷 发现沈月清也在找 沈侄奉命死守承修阁,奈何大臣们执意要见到刘亦康 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刘亦轩来了 场面在渡僵持,随后孙太妃赶到 代替大臣们去见刘亦康 不顾三宝祖兰,执意闯入承修阁 发现店内一个人都没有 谢昊趁机挑唆,刘亦轩欺上瞒下 定要参其假传政令之罪 没想到刘亦康带着沈黎哥出现 他听到沈黎哥陪孙太妃在秀林院游玩的时候受伤 前去探望 沈黎哥虽然找到了沉香 但还缺一味胡胆 陈少迅以银针风血逼毒 让刘亦康醒来 大臣们看到刘亦康安让无恙 连忙贵寇 孙太妃回宫后 斥责路远行事太过于冲动 警告他别再为难刘亦轩 刘亦康向沈黎哥坦白 后悔当时没有力量阻止民乱 当年高祖皇帝出平天下 士族门阀鞠躬自傲 施法理于无误 抢占山则良田 驱逐百姓 百姓纷纷不满 这才会爆发民乱 刘亦康只希望沈黎哥能陪在自己身边 一步步实现天下昌荣理想 从此他不再是他魂牵梦绕的侠女 而是与他相知相依的沈黎哥 沈黎哥亲眼看到刘亦康强忍疼痛 激励方青监督士林堂编转修文 继续推演新政史诗 这时刘亦康接到军报 卫军秘密调兵黄河沿岸 入侵北境 刘亦康立马让三宝请沈亭章陆府 沈氏父子奉命率兵束手 陈绍迅翻遍所有医书都没有找到解决了办法 看着沈黎哥一天比一天憔悴 决定去找徐林药解药 沈亭章担心沈黎哥战事一触即发 这朝局错终复杂 又无意间听到隋远军将士们 以为助方一事 对朝堂所有怨念 沈亭章自责是自己疏忽了 没有及时体察将士安抚军心 担心万一被有新人利用 二十万隋远军的战功 就是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 到时候沈家该如何自处 沈直觉的将士们心中怨念极深 若是带着这股怨念惠北境 恐怕会影响全军 沈亭章带着将士们来到秦中住石前 祭奠先烈 又当着众将士们的面 自罚二十军棍 隋远军是大宋的隋远 是百姓的隋远 身为隋远军不问其他 只问本心 那便是宝静安民 让将士们牢记隋远军的使命 保卫大宋 临行前 沈直去见王子金 这一别可能是几个月 也有可能是几年 沈直身在将门 这条命就属于战场 无论沈直做什么 王子金都会支持 成全他的理想 也愿意实现他的抱负 只要这样 王子金才觉得 自己配得上沈直 无论生死 王子金必相依 沈直非常感动 哪怕自己 无法陪在王子金身边 但他的名字 已经刻在了心里 一生一世 无法抹去 谢谢大家观看 更多精彩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